阿囉哈 前面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9點的話 一樣是我們隨便打環節囉 今天來看一下我們的江浮力火山 這邊有開啟新的區域啦 來看一下炙熱洞穴11區 裡面究竟會有什麼敵人喔 喔有啦 就是這個啦 我們之前打過了不死的燈籠魚 那上次好像沒有打贏對不對 對 上次好像沒有打贏 也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但沒關係 我們這次就帶一下 我們三階出號機走起看看好了 上次沒打贏啦 再次又用看這個隊伍看一下能不能 炙熱洞穴17區 一回來馬上接受我們的不死燈籠魚挑戰 來 接受你的挑戰沒有問題喔 那這關的話大概比較麻煩 就是那個吧 就是 欸 其他那些敵人也是滿可怕的啦 尤其還有就是我們那個什麼 獅医獸 不是不是不是 欸 連這個古代小敵人都在那邊 下機吧 什麼意思 好強欸 太猛了吧 我的天吶 好 我們這邊小心一點點喔 然後這邊還有我們的飛腳貓 走起 試試 這邊來一個我們這邊三階的這個 初號機 初號機這邊是可以打那個啦 就是打那個不死神物 所以應該是ok的喔 然後如果這邊待會打不贏的話 我們是可以把那個誰 把我們那個初音給他換掉 初音換成就是能夠打 超獸或是打古代的應該都不錯 好 那這邊看起來我們這邊的這個 這個不死的這個燈籠魚好像 還好 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喔 來 出了初音 這邊看起來好像用我們這個初號機 都可以扛得住吧 來 再來一個黑凱 有喔 這邊好像還沒敗喔 上次這邊的話就打得還滿慘的 喔 這次把古代燈籠魚 不死燈籠魚給打死了 沒有問題 但後面好像還有一個惡魔族的獅医獸對不對 他們會一直出啦 他會一直出 我記得他好像會一直再生 一直再生 就是他還會再一直出出來 所以盡可能要在這之間 趕快把他們給擊殺 會比較好一點點 加油囉 加油囉 不死燈籠魚這邊看起來好像那個 生命力比較低啦 所以應該好像還算是 滿好殺死 還算ok 反正現在只要把這個 古代的這個小雞 跟我們這邊的這個惡魔族的獅医獸 先料理掉應該就沒有問題了喔 噴一下 拜託了 可以喔 噴爛噴爛 走起走起 可以二人煮 來啦 凱斯莉 GOGOGO 然後被小貓 然後再一個 唉唷可以喔 來囉 他出很多隻欸 他出了差不多三隻左右有了喔 一堆一堆 然後目前還是會感覺起來好像 這樣也不用一定要進化他欸 他是不是 一定會死啊 感覺好像沒有那麽難打的感覺 上次應該是就是我們這邊沒有辦法 就是把他擊殺 然後後面其他隻也沒辦法擊殺 所以才會這麽的 痛苦 那這一次ok的話應該是沒有什麽問題的喔 炙熱洞穴17區 還有欸 總共出了4隻了欸 我的天阿 一大堆 但我們這邊算是傷害滿高的喔 直接把他給弄死了 然後我們這邊的出號機掛了 所以 果然還是得好不好 靠出號機啊 因為上次我好像是沒有帶他是不是 好像沒有帶這個3階出號機喔 好 沒問題 那這邊好像沒有再來那個 不死燈籠魚囉 就只剩下這樣子了 應該是可以輕輕鬆鬆喔 開個dejabu 加速開起來 加油加油加油 先把我們這個 陣線往前帶喔 可以 35250 然後哇 這邊沒有那個欸 沒有我們就是那個什麽 沒有我們那個就是 完美的地圖 那上次基本上我們打的那個貓咪暑假的這個關卡 裡面基本上完美的地圖就是 普通的地圖就是我們剛剛上面看到的 全部都是那個 拿網子的關卡 所以這個關卡應該他是沒有辦法就是讓我們拿到那個什麽啊 他是沒辦法讓我們拿到就是那個完美的地圖 拿到獸食地圖的喔 沒辦法拿那個獸食關卡 但是沒關係 目前來說我們只差一個 黃獸石啦 黃獸石 欸不是 黃獸 黃獸結晶嗎 對我們差兩個黃獸結晶啦好不好 應該就可以了 黃色的這個獸結晶 然後這邊的話就繼續努力給他打起來 那這次的這個屬奇的這個 捕蟲網啊 他是沒有就是那個什麽 他是沒有我們的那個 沒有我們的新甲蟲的喔 所以就看大家要不要去拿 其實沒有到非常非常非常一定需要這樣子 晚倉到來陰 先把他們給擊殺 5200 走起沒問題 晚倉到來陰 有了普通地圖 又是 又可以拿網子了喔 那這網拿多一點 你確實是可以把我們一些就是那個啦 就是甲蟲那些給他就是升高一點點 但是甲蟲那邊的話呢就是沒有新的 所以如果你們都沒有在用舊的話 好像也不一定要刷這樣子喔 但是多抽多好啦 你基本上把那個角色升上去的話 也可以提升我們這邊的這個 排行榜等級 如果你貓貓沒有像哲民一樣這麽多的話 你是可以去提升一下這個排行榜等級的喔 然後這個絕佳秘密基地這個打贏之後的話 基本上就是 百分之百可以獲得我們這個補充網 那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屬奇的這個活動啦 喔沒有問題 然後現在來說的話呢 現在來說就是我們每一個更新改版啦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獸血的這個關卡 但是他都還是要一定時間內的這個開放 我們才可以拍給大家看喔 所以就要可遇而不可求啦好不好 每次都很想打 但是他們都會不在那個特定的時間出現 這也是哲平一直都不喜歡的一個模式 喔就是你必須就是要等待時間啊 或是幹嘛之類的 我還是比較喜歡就是他一整天就開那個關卡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次就是 刷完全部然後給大家看 喔會比較 拍攝會比較輕鬆一點點啦 喔傳說補充網 沒問題 我們這邊來一下喔 那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打完了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繼續來打一下那個什麼 我告你還新世界好了 上次打到這個利公蝦咪島 裡面有這個天使的這個敵人啊 那天使的這個話 基本上算是哲平還蠻討厭的一個角色喔 一直以來都是 就是我們那個天使漩渦 因為他真的是蠻討厭的 蠻討厭的 然後我們這邊用一下這樣的隊伍吧 然後再帶一下打天使敵人的 大地藏那些應該都沒什麼問題啦 好不好 這個就看大家要帶誰了這樣子 好我們這邊先把那個 先把大地藏換上去好了喔 三階大地藏 然後零號機這邊也是可以繼續上 喔然後我們這邊就是放這個龍弓獸 龍弓獸跟我們的時空女神這樣子走起 來 利公蝦咪島 所以說那個漩渦比較麻煩啦 如果那個漩渦 真的打不贏的話我們應該就用那個誰啊 用我們那個 白無垢 要不然就是用我們就是那個 淘太郎 或是我們一些能夠暫停住那個 漩渦的這個角色 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好然後前面還有這個黑色的敵人啦 所以我們這邊帶上龍弓獸這些是不錯的喔 給大家參考一下 龍好奇先走 然後這個 黑色海馬應該是還打不到我們的這個塔了喔 所以應該是ok 時空女神 哇 時空女神就會被他打到了 這樣就很虧了喔各位 虧爛 白癡 被打個幾下就掛了 我的天阿 果然這個中遠距離的角色 就是會被這個殺手打野是不是 弄死 比較麻煩 快快往前進一點點 你看我們初號機都走不出去了喔 大地上我記得好像也會喔 也是會被弄死 快噴殺 喔可以 Nice 沒問題了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先升點錢包 然後這關的話基本上還有這個啦 就是這個天使漩渦 這隻稍微比較麻煩喔 這隻我覺得 如果沒有一些就是那個 暫停住或是緩速的 好像比較難打他耶 對對對對 這關果然還是得開要白屋狗那些的喔 不行 這個漩渦這樣太麻煩了 好 得換白屋狗了各位 那時空女神應該是可以先讓他下去的喔 時空女神下來 然後 然後 超級下去 這個 我們這邊的這個佛娜 and我們這邊的這個白屋狗 這樣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然後這兩隻應該也可以下去喔 好不好 然後 換上那個老面王 然後針對我們這邊的這個天使敵人 應該是不錯的喔 這個也下去 天使天使 今天可以帶個優凡絲吧 優凡絲也給他帶上去 應該也是舒服的 優凡絲在後面嗎 優凡絲應該在前面喔 完了 沒看到耶 嘿 我們優凡絲勒 優凡絲哥哥勒 他們打天使怎麼可能不是 喔 這邊啦 一定加啦 沒有問題 然後 希望號聽說最近好像也可以三階了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 希望號三階要什麼東西好了 喔 要這些 好 明天我們再來進化 我們先來 就是用一些比較能夠打這個吧 我也滿喜歡用地使使徒打那個 天使敵人的喔 先把天使漩渦斃掉 喔 應該整個就會很舒服了喔 拉麵王走起 560 然後1120 315 繼續 然後 1680 拜託了拜託了 這邊拉麵王繼續走起 覺得應該要趕快先叫一隻那個什麼啊 叫一隻龍弓獸出來扛一下 好像會比較好一點點 要不然好像很容易就被推爛了各位 好 繼續叫點錢包 好 繼續叫我們這個盾牌 炮灰 炮灰大軍走起 然後這邊的話呢 伏諾應該可以晚一點點 先0號機 因為伏諾那個位置我覺得一定被這個 被這個什麼啊 被這個海馬給打爛了好不好 5250 沒問題 然後 有百分之 GoGo Let's Go 然後這邊 伏諾嗎 你就可以 先那個母湯使徒好了 然後有 有環道就可以了 這環道好像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媽 我不知道 伏諾 拜託 哇 這邊還有這個烈波怪有點麻煩 加油了 有有有 拜託 母湯使徒撐住喔 母湯使徒 哇 沒了 好 伏諾 伏諾哥哥拜託啦 有屬性 大傷害 可以吧 不行欸 哭了 還是得要淘汰狼嗎 那麼的麻煩了嗎 喔呦 伏諾斯這邊 伏諾斯剛剛那個 直接無敵護盾一個扛欸 太神了 完全很OK喔 他直接無敵護盾一個扛 太神了 可以 哇 這關 完全靠伏諾斯喔 太好了 好險好險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來說 就是打贏了我們不死的燈籠魚啦 那你們覺得 不死的燈籠魚有沒有很可怕呢 還是本來的小光最可怕呢 因為本來小光基本上他那個就是 大頭燈啦 照下來基本上是一個 暫停的 而且你很難再走出去 那你們覺得普通的小光比較厲害 還是不死的燈籠魚比較厲害呢 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想法囉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下班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啦 了 坐下